盘点三大合成神器 没错 今天我狂暴就来盘点一下三大合成神器 当然也不得不说这三大神器 绝对是打小边打Boss的巅峰武器 排在第三名的合成神器就是我们的血狐玫瑰金 这把合成武器需要我们锻造一把血狐土豪金 以及一把樱花散弹枪 至于它俩合成之后强不强呢 接下来就有我雷暴带的黑猫 让你们去见识一下它的强大之处 好的 首先拿这个雪狼王来示范一下 看看我们的血狐玫瑰金对它的伤害到底怎么样 好 开启狂战士二技能直接秒掉太强大了吧 不过要说一点的是 这武器主要吃连续闪弹和反弹天赋 我这里用的是狂战士来配合 当然没有狂战士配合 其实三技能有空有爆发 那也是相当不错的选择哟 nice 好了排在第二名的合成神器就是我们的雷剑 这把神器需要我们锻造一把火焰剑 一把冰霜剑 合成之后就是我们传说中的神器雷剑了 至于它强不强大 接下来我们一看边知晓 不过了合成之前我有一个疑问 冰与火合成之后就是我们的雷电 从这个五星属性上来说 有点让我障碍的和尚摸不着头脑 不过从这个武器的技能来看 哇绝对是可以闪亮全场的 你看这观赏感绝对十足啊 看得我都是炎花缭乱 看得我都是透寻量心肺啊 找不住真是找不住 这简直就是视觉盛宴啊 接下来再让我们欣赏一下 雷剑加上狂战士二技能 加上狂战士雕像之后 哇这一感觉简直看得是眼花缭乱 太爽歪歪了 清怪真的是太轻松了 站在原地不动只需要开启器人 周边的小怪真是无法靠近了 真的不愧为合成神器雷剑视野 一个字 绝 好了最后排在第一名的合成神器就是我们的天堂之拳了 这把武器的合成需要我们锻造一把闪电法杂 以及一把骑士之拳 这武器呢 首先我不得不说一点的是 打小怪打boss绝对是独意外的存在 如果说再配上狂战士雕像 以及蓄力武器蓄力加快这个天赋 打boss的时候 我们就拿这个遗迹祖兰来做一下试验吧 当我们面对遗迹祖兰的时候 只需要蓄力一秒钟 就可以发射出天堂之拳的无限闪弹量了 不知道大家看见没有 这个房间如果说我们一直发射这个闪弹的话 那全部就是这个闪弹 打起了个boss的话根本不需要我们动手 只需要弹他弹 弹走boss或者小兵都是非常技术的事情了 不过呢 在打boss或者打小怪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实用的技巧 就是拿着天堂之拳在这里的蓄力 直接发射出去 在我们的反弹天赋的话 我们就可以提前在这个房间里布置一些 可以弹弹弹弹弹走英文的闪弹数量了 你看这个技巧是不是非常实用了 接下来就拿那个躲过来躲过去的优理王 来做一下测试吧 好了里面有一些提前不早的闪弹数量了 接下来开启狂战士的二技能以及狂战士雕像啦 感觉打起来绝对是全民的闪弹啊 那个棍儿游女王真的是在里面找都找不住 老是看你过来玩了也多 你出来之后绝对可以碰到我们的闪弹 加上我们的闪弹的伤害这家伙 折一出来就可以直接把他给秒掉的 强真的是太强了 最后的话 咱们同样用这个方法 先蓄力之后把这个闪弹打进去 面对非常强大的阿努比斯也不在话下 咱们进去之后直接开启狂战士二技能 加上这个闪弹的数量 哎呀这感觉绝对是可以轻松了他的 不得不说我们的天堂之权 强真的是太强大啦